全副武裝拿著步槍 躲在掩體後方 似機而動 馬來西亞軍隊與美國印尼等各國軍隊 一同進行巷戰訓練 如何在充滿建築物 空間狹窄的地形 進行作戰 也是環太平洋軍演 訓練的項目之一 在進行巷戰訓練的同時 馬來西亞這次也派出 KD萊求FFG30飛彈護衛艦 抵達夏威夷參加環太軍演 馬來西亞的萊求飛彈護衛艦 上頭搭載佛福斯 五十七毫米火炮 DS30B三毫米加農炮 海狼艦載 防空飛彈 飛與反艦飛彈等各式武器 這次馬來西亞參與環太軍演 美國專家坦言 其實現在美中關係惡化 已經讓許多東南亞國家 憂心忡忡 太平洋論壇執行長分析 美中兩大國家進行角力 甚至弱勢台海發生戰爭 都將影響到東南亞國家 因此現在東南亞許多國家都一面向美方靠攏 另一面也積極維繫與中國間的關係 三天新聞 鄧維 徐趙偉 夏威夷採訪報導